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形式之剧》第四季的第一和第二节 第三季最后收到约翰进攻大坝 并对麦迪森一家起了杀心 好在尼克危急关头拿到炸弹引爆器 成功让家人坐船离开 随后尼克引爆大坝 不幸的是,麦迪森意外落水 虽然有惊无险,却再次与孩子们分开 不知接下来众人又会遭遇什么呢 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 夜色中,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 正坐在火堆前看着爱情独物 她叫多莉 丧尸危机爆发前,她有一个恋人劳拉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劳拉离开自己 从那之后,多莉就一个人生活 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找到劳拉 末日世界来临后 她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大活人了 不久附近小树林中传来动静 这让她激动不已 本以为能有人说说话 结果让她失望了 走出来的是一只丧尸 没等多力做什么 丧尸就被身后的一个人打死 让人意外的是 站在丧尸背后的男人竟是摩根 就是行尸走肉里的摩根啊 两大IP居然在这里梦幻联动啊 看过行尸的朋友们都知道 摩根这个人虽然有时候会发神经 但也是个打怪高手 简单回顾一下行尸里的剧情 当初摩根帮助瑞克团打败尼根之后 再次陷入迷茫 于是留在简迪斯的垃圾场独自生活 之后耶稣 卡罗尔和瑞克等人都曾来找过他 希望摩根回归团队 结果都被拒绝了 再之后 摩根便离开了垃圾场 开始一个人的流浪 期间 摩根虽然有时候也会帮助有困难的人 但始终没有和其他人建立过多的联系 很久没有见过大伙人的多利 见到摩根十分激动 希望两人能结伴 可摩根根本不想和人打交道 于是半夜趁多利睡着悄悄离开 然而没走多久 摩根就中了别人的圈套 查看空无一人的帐篷时 突然被身后的棍子打晕 这伙小毛贼之前靠同样的套路 打劫过不少路人 因对方有枪 摩根不能随意反抗 本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让对方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只要放他走就行 不料小毛贼不答应 反而强力挟制摩根 就在这时多利拿着枪追上来 为了救下摩根还射伤一个人 可没想到对方人数众多 多利还是冲动了呀 最后不仅没把人救出来 反而自己也被抓住 就在敌人要朝两人开枪时 一个女人开着装甲车突然出现 她气场强大 车上还有让人害怕的重型机枪 由于实力被吊打 小毛贼们只好乖乖让女人 带走摩根和多利 奇怪的是 两人似乎并不认识女人 难道女人救他们 只是路肩不平拔刀相助吗 女人名叫爱尔西亚 是一名记者 就像陌生人 只是为了记录一些故事 这都世界灭亡了 竟然还这么有职业追求 天亮后 多利一面对镜头 说起自己和劳拉的爱情故事 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她重逢 至于摩根才没心情接受什么采访 她从包里拿出一些罐头给爱尔西亚 就当了清了 此后各走各的路 爱尔西亚也没有多说什么 默许了摩根的离开 多利担心她一个人上路有危险 于是上前关心 结果摩根秒变哲学大师 对多利说道 这个世界我们向来都是独自一人 就在这时 昨晚那群小毛贼又找上门来报复 这次竟打起装甲车的主意 转头爱尔西亚就被小毛贼围起来 失去对装甲车的控制权 摩根与多利见爱尔西亚有危险 果断选择出手 现场瞬间陷入混战 摩根走到屋顶 想和敌人硬钢 但在热兵器面前 棍乏了得的摩根还是吃了亏 腿部不小心中弹 然而顶着主角光环的他 血依然很厚 就算腿断了 依然能把敌人打趴下 眼看敌人就要被丧尸吃掉时 摩根突然同情形泛滥 伸出援助之手 结果自然上演的是 农夫救舌的故事 敌人继续与他缠斗 过程中两人双双掉下了屋顶 最后敌人被困在房间里的 狮群分食 摩根则趁机拿走 丧尸身上的手榴弹 直接引爆 把狮群炸成一堆炮灰 埃尔西亚这边 他还在与其他小毛贼缠斗 多利眼击手快 远程朝铺在埃尔西亚身上的毛贼 发射子弹 成功化解了危机 抽身后 埃尔西亚赶紧操控装甲车上的重型机枪 朝着小毛贼们就是一顿秃秃 共同经历过生死后 摩根终于卸下防备 同意接受埃尔西亚的采访 期间摩根提到了亚历山大 神之国 还提到了国王以西杰 和他身边的大老虎 埃尔西亚好奇 摩根为什么离开瑞克团 却被他平静地反问 你为什么会有一辆装甲车 又为什么对采访如此执着 看来埃尔西亚并非出于职业兴趣 背后很可能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面对摩根的提问 埃尔西亚选择了沉默 对于摩根来说 从前经历的事情让他失去自我 也是他一直逃避的根源 为了寻找自我 他再一次独自上路 因为腿上有伤 战斗力难免有所下降 途中遭遇丧尸攻击时 再次被多理救下 就这样摩根再次与二人结伴一起上路 看来只有等腿伤恢复以后 才能单独行动了 开车途中 他们遇到一个女人在马路上求救 我们知道 摩根奉行 生命都是平等的 恰好多利也是个敬畏生命的好人 于是三人小心翼翼下车查看 意外的是 求救的女人竟然是爱丽莎 没等三人反应过来 黑男尼克和早前离开的露西突然从路边冒出来 控制住了摩根他们 搞半天 居然是尼克他们设的圈套 故事发展到这里 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 回到早些时候 大坝爆破后 麦蒂森虽然掉进水里 但这一次并没有分开太久 不久就与家人会合 之后一些人来到一个棒球场 在麦蒂森的带领下 大家把这里建造成了营地 一共有47个人住在这里 球场像一个圈子 给幸存者们提供安宁和保护 圈外则是丧失的世界 所幸人们能在球场里种菜自给自足 不需要冒险到外面寻找物资 麦蒂森想帮女孩查理找到家人 这意味着要到外面涉嫌 为引开聚集在门口的诗群 他们扔出一个会爆炸的棒球 很快就起了作用 然而尼克似乎变得没有安全感 只想待在圈里打理蔬菜 最后 露西和麦蒂森母女 以及黑男四人组成找人小组 开车离开了棒球场 途中尼克利用无线电与露西保持联系 最近菜园里的菜被虫子吃了不少 就在露西问他要不要在外面找点杀虫技时 信号突然断了 看来一群人离球场已经有段距离 不知行进多久 他们来到空荡荡的街道 为提高效率 麦蒂森提议分头行动 黑男与露西一组 麦蒂森母女一组 很快他们发现 所到之处已经被劫掠过 什么都没有善假 麦蒂森找到查理和家人死前的营地 这里早就被烧成一片灰烬 然而诡异的是 大家在小镇里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就连丧尸都没有踪影 就在黑男小组决定离开时 麦蒂森这边有了新发现 一个吃剩下的午餐罐头 让她意识到这里肯定还有人 于是和爱丽莎分开寻找 果不其然 一个女人突然从背后出现 用枪威胁麦蒂森交出车钥匙 见过大风大浪的麦蒂森丝毫不慌 一边安抚女人 表示可以带她回营地 顺带确认她是不是查理的母亲 一边用之前商量好的讯息 利用对讲机向黑男求助 女人声称自己并没有孩子 然后抢走麦蒂森的钥匙交跑 就在这时 爱丽莎与黑男露西赶到 将女人两面包抄 走投无路之下 女人跑到油罐顶上 为打消她的敌意 爱丽莎主动放下枪支 示意自己并无恶意 就在女人犹豫时 突然脚下踩空掉进油罐中 万万没想到 黑漆漆的罐底全都是丧尸 嗅到大活人的气息 瞬间变得蠢蠢欲动 女人手里只有一把小刀 应付数量较多的丧尸 十分吃力 眼看就要顶不住的时候 麦蒂森主动跳了下来 与此同时 麦蒂森与爱丽莎在外面 尝试打开生锈的舱门 成功后 油罐里的液体快速流出 陌生女人和大部分丧尸 都被冲了出来 大家赶紧解决丧尸 爱丽莎则进入油罐内部 救出快要精疲力尽的麦蒂森 黑男心生埋怨 我们竟然为了一个陌生人冒险 听到这麦蒂森说道 只要还活着 任何人都有救 公化难后 陌生女人选择相信麦蒂森 说自己叫纳奥米 爱丽莎认为 油罐里的丧尸 是被人引进去的 纳奥米表示并不知情 因为她一直居无定所 昨天才刚刚露宿到这里 就在这时 附近传来丧尸的嘶吼声 此地不宜久留 一些人决定立刻返回棒球场 天色已黑 大家却迟迟未归 尼克难免有些焦躁 他独自驾车外出 找麦蒂森等人 可脑海里不停浮现出 从前经历的种种 飘落在水里的挣扎 引爆大坝的生死瞬间 精神恍惚下 尼克的车撞到一根柱子上 额头不小心被撞破 疼痛让他清醒过来 然而动静引来了周边的丧尸 棒球场负责守夜的人 发现尼克 随即开枪打死丧尸 尼克下车准备返回 一只丧尸在身后紧跟着 危机关头 一辆车撞开丧尸 是麦蒂森一行人回来了 纳奥米也和大家在一起 查理和亲人团聚的愿望破灭 难免有些失落 麦蒂森想知道 查理的营地发生过什么 可查理只是低着头 不愿多说 纳奥米帮尼克 处理额头上的伤口 原来末日之前 他是一名护士 随后麦蒂森找到他 主动伸出橄榄枝 邀请他留下来和大家一起生活 对于纳奥米而言 哪里有拒绝的道理呢 另一边 黑男和几个同伴 正在将尼克抛锚的汽车 往球场里运 露西则在高处 保障大家的安全 本来大家有说有笑 突然露西发现了什么 大喊着让他们赶紧汽车回来 没等几人反应过来 一群大型卡车从后方围络过来 气势咄咄逼人 好在黑男他们在最后关头返回球场 爱丽莎让大家赶紧戴上武器 用戒备状态准备迎敌 只见一个戴帽子的手下 骑上儿童自行车 车上放着音乐 十分老练地将丧尸聚集起来 然后关在卡车车厢中 完事后 手下还在车厢中挂一面白色旗帜 还在上面写下数字12 没猜错的话 此前油罐里关着的丧尸 也是这伙人干的 因为那里也有相似的旗帜标记 对方老大是个叫梅尔的男人 他坐在小板凳上喝着啤酒 气定神仙 看着手下们的表演 麦蒂森作为球场老大出面交涉 梅尔淡淡的语气中 却充满威胁意味 想让麦蒂森一行人听话服从 虽然是第一次交手 但梅尔对球场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万万没想到 查理竟然是敌人安插在球场的内应 他将这里的所有武器数量和人员组成 都告诉了梅尔 得知真相的众人简直要怀疑人生了 从查理口中 梅尔知道圈内正在闹虫灾 于是带着一伙人在圈外 等待趁虚而入的机会 一旦麦蒂森他们坚持不住了 他们就会扑上来把所有东西截掠一空 麦蒂森掏心掏肺 要为小女孩找家人 不料对方竟是个白眼狼 扎心了有没有 梅尔告诉麦蒂森 我们从不掠夺活人的东西 眼下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交出粮食活下去 要么等你们死了以后 我们会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 这种做法和专吃腐败物的突救 有得一拼 怪不得组织名就叫突救 面对威胁 麦蒂森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梅尔也不算走 于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双方就这么干耗着 虽然查理是敌方阵营的人 可说到底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 傍晚时分 露西来到门外 将上次外出找到的故事书小王子 送给了查理 球场里的农作物 虫害越来越严重 不知还能撑多久 时空转换到现在 摩根一行人 被麦蒂森一行人控制起来 爱尔西亚试图与爱丽莎沟通 希望能达成和解 互相帮助 但是在爱尔西亚的车上 他们发现一面写着五一的旗帜 正是突就拥有的标志性记号 爱丽莎毫不客气地抓住爱尔西亚 逼迫她带大家找到当时 发现这面旗子的地方 麦蒂森等人为什么离开了球场 与梅尔对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客气地抓住我们的周围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